真的是太激动了 游游们 一直像时空穿越一样 之前我在加拿大就在看房子的时候 就看到这一间 一直想约看 找了我们自己公司的人去约 约不到 找泰国人去约 约不到 他就是 那个时候给我的信息就是说 他不卖 他不着急卖 他也不想给别人看 当时是在有租客的状况 OK我就买了他附近 我也在附近帮我的很多朋友和客户 也买了一些房子 就在今天呢 他终于决定卖了 他租客走了 决定卖了 价钱和一年前完全没有涨过 但是市场是 均价都涨了差不多100万左右 就同等级别已经没有再出现了 他现在呢 是在做民宿和做租赁的一个状况 现在刚刚是租客出来了 约房特别难约 价钱也是非常的刚 因为他一年没有涨价 他价钱就是760万泰铢 一分钱不少 你也不要跟他谈价 也非常的让人 就是像一个美女一样 让人追不到 那我今天呢 终于约到了他 去看一下我梦寐以求的市中心的单层的泳池别墅 到底值不值得买 而且100多万人民币的价格 他到底值不值得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因为这个价钱这个位置可以租到6万泰铢一个月 所以我觉得是我的梦中情别墅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他到底怎么样 我一直在门口等那个房东一直都没有来 我等了好久 这个周边全都是这样做民宿的公司 这一间一间都是做民宿的 里面是一个老外的声音 旁边就是阿卡迪 这附近全部都是做民宿运营的 我当时在加拿大的时候呢 就是想说有一个这种被动收益嘛 所以当时就在看市中心的民宿 这一间是在装修软 这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泰式的这种 带院子泳池也够大的 这种市中心的别墅 回报率就很高 当时这个价钱是760万泰铢 我记得租金当时是5万5 还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他都已经租掉了 租金是5万5 这个小区呢就在阿卡迪亚的楼下 所以这个位置非常的核心 我以前住在阿卡迪亚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人在这边跳泳池 当然这个里面的装修的话是比较泰式的 他在开灯 我是觉得可以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 和老外喜欢的那种硬死风 给他稍微把软妆改一改 我们现在等他开好了 就可以进去看了 其实外面的庭院也是够大的 像市中心寸足寸腻的地方 这个差不多300个平方 门口你看这边是可以烧烤 可以在这边吃啊喝酒 晚上可以音乐打起来 这边可以开勇士派对 附近的话都是做民宿的 也不怕吵到附近的一个居民这样子 里面的装修也是跟我去年看图片的时候是一样的 里面的感觉比我想象中好 因为这里成年是有人打理的 所以非常的干净 看上去比较就是因为泰式的风格呢 它的颜色都是偏深的 但是房子的实际感受是还比较新的 那它现在的风格 欧美人比较喜欢那种纯泰式的风格 就是那种平时会在AMBMB或在网上订到的那种民宿酒店 住上去非常舒服也很态势 那如果我们想要让它的租金回报比更高 或者是自己住的可以把它的 但是它的这些炉子什么都还挺新的 这个倒是不用换颜色给它稍微喷白一点 外面墙砖可以把它搞得现代一点 其实这些网子都给拆掉 这边非常的安全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 没有听说过任何有什么什么小偷或什么的 这种什么这种电网看上去是特别low 那这些平时就是在他们Villa就有在运营的一些 就是一些规则 比如说不能吵啊 周围安静啊 十点钟以后 它是三房的别墅 我们先看一下主卧 那这个主卧的里面都是有配洗手间的 右键是够大啊 我是觉得我们如果自己拿下来做住 或者是自己拿下来运营 就是可以把这个地方开一个落地窗 窗户一定要够大 窗户就是阳光洒进来 可以直接跳泳池这样游客啊 包括我们自己住的就会更喜欢一些 因为它的房间是很大的 我站过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房间非常的宽敞 这就是老城区 因为市中心都是老城区的房子 那老城区的房子就是它首先非常阴凉 用的食材非常的好 新的房子的话都 房子很薄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些 反而我比较喜欢这种 20年的老房子 再加上一些翻新 因为以前的食材都特别好 木头也非常好 这种很厚重的木头 如果你不喜欢进去对床 这边换成那种打一排石的木头就可以 那种木质的那种衣柜就可以了 这是次卧啊 还有一间第三个卧室 采光进来都是不错的 没有说是非常的阴暗潮湿的感觉 我现在都是没有感觉到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小窗户 到时候打成落地的也没有多少钱 我们的工人都可以帮你弄好 那这个价钱是760万泰铢 是去年2020年就是疫情期的价钱 因为它一直在做民宿 这个房东呢 泰国民下的 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它也不是特别的 当时特别着急卖 但现在的话它是想要卖掉了 可能 看到疫情快开放了 当时2020年的时候 它是没有想要卖的 那现在的话 它重新拿到市场来卖 可能就是有其他的一些用途 用钱 就急于用钱 想要转手了 所以它的价钱 也是放的比较实在的 没有去跟着市场涨价 那我现在就逛完了 整个院子走下来 非常的舒服 小院子旁边种的一些树 也非常的好看